大家好,我是杨凡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战斧还有学生经的这个升降的规律啊 这节课呢,我们接一讲这一块的内容 因为这个气息升降规律 无论对于这个神经推浪还是对于学习其他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其实你临床就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这种问题 包括解决方法,包括这种困惑 你都可以从这个图上去找到答案 当然,仅仅你知道这个图呢,可能你还不够 那我们还要懂得什么 我们还要懂得这个战斧,五战六斧这个升降 升降的这个,就是说他该升的时候 他不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 他不降的时候要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把这种,这种就是涉及到我们基金讲了什么 涉及到我们基金讲了这种经络这个战斧辩证的东西 然后后面这个,我们说如果是这个培经不升 然后圣经不升,这个又又跟什么有关呢 这个就是联系到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这个经络辩证的这个问题 所以因为战斧辩证我们已经学了,所以我们就先用战斧辩证的知识去解析在这个战斧这个升降失衡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症状 是吧,就是一些比较有典型的就讲一下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甘皮肾都是主生,那么甘皮肾如果不生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先讲皮吧,皮是主生的,皮主生的这个原动力是源于这个新阳和这个圣阳的这个共同的作用 是不是?皮有阳气了 他才那个,他就生氢功能才会正常,然后就生氢功能正常了呀 他才会这个运化这个,他才可以运化这种精微的物质 然后如果这个皮不生的话,皮不生的话也就意味着什么?皮不生 它一定是这个皮中的这个阳气不足,是不是?皮阳不足的时候也就会生不起来 那么生不起来我们终于上讲的是什么?就讲了这个 因为皮是中气嘛,是吧?就是中土下线,或者是中气下线 中气下线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首先是,你皮中的阳气不足是不是消化功能就出现了问题?是不是? 要去,严重一点的去,去进去东西不消化,去进去什么东西,要拉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 喝进去的水也不能转化成人体的这种经验,这小便多啊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皮如果生不上来最直接的就是影响了这个消化的功能 还有影响了什么?因为你不消化,所以这个大小便多可能会出现什么?会腹泻 是不是啊?另外这个就是皮,因为皮为生坛之源 它还有这个,运化食物,也运化这个水,也运化这个水湿嘛 假如说这个,假如说这个皮生不起来的话,那么它就会生坛 然后这个湿气也就没办法去化掉,是不是? 所以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种,包括这种啊,十七种这种啊,这个痰多这种啊,还有腹泻这种啊,心化不良这种 你是不是都得考虑这个,生这个皮精,或者说,或者是生这个,把将这个皮这个契机给它,给它生起来 是吧?啊,然后这个肾水,如果肾水不生的时候呢?啊,假如说,啊,这个肾水它,它如果是生,啊,如果生不上去的话 那首先来讲,这个干木,你也得,你也生不上去,是不是?因为这个干木要生上去的前提,就是皮羊,皮给它生上去,然后肾水给它生上去 但是呢,肾水,如果不能,如果生不上去的话呢?还会,还会说是什么问题呢? 肾水,我们说了这个皮中的这个,皮的这个,啊,要生上去,有来于这个心火的上去,还有这个肾羊的这个上行去,去温暖它 假如说这个肾羊,啊,肾水的上行需要什么?它需要肾羊的这个,啊,这个知识 肾中的阳气,一个是源于这个心阳下来,然后一个是源于这种先天的这种肾羊,是不是? 假如说肾中的这个阳气不足,也就是说肾水它生不起来,那么 它就生不起来,它就这个,它生了,它这个心,心火上面是不是就缺少这种阴的这种滋润 那么这种心火,它缺少这种阴的,缺少肾水的这种滋润的话,它,它是不是就不好降下来 心火降不下来,它会什么呢?心火降下来,它首先会缺少什么? 它首先会缺少这个肺,也就是会将肺里面的这个精液给它蒸发 那肺本来就是有阴,它才能够降上去 这样子,如果心火缺少这个肺,也就是火刻精 出现了这种问题,是不是会导致什么? 只要导致了这个肺精就降不下来,肺精降不下来不就会出现这种咳嗽吗? 是不是?然后你这个心火,如果,啊,啊,上,上了,就心火本来本性就是往上脚的嘛,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心火降不下来,就往上脚了是不是影响到这个,影响到这个脑 影响到这个神经啊,是不是啊? 所以说它,它,它就影响到这个神智啊,所以它,它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烦躁不安,液体这种啊,这种症状,是不是啊? 另外就是说,你,你这个肾水,你生不起来,然后肝木也生不起来,那肝木生不起来,肝木生不起来的话,啊,就,这个就,啊,讲到这个肝木了啊, 然后肝木是转,将圣中的这个阴阳给转运上去了啊,啊,啊,圣水如果生不起来,然后这个肝木也就,也就,也就生,也就生不起来,那么这个肝木生不起来的话,首先来讲,会说是什么? 心的,因为肝木生辛苦嘛,所以心就缺少这种阳气啊,出现这种阳,阳气的不,啊,不足啊,是不是啊? 人就为什么?怕冷啊,是不是啊?另外就是说,它肝,这个肝生上去,它,它转运上去的不只是阳啊,它还有,还有阴啊,阴主要交给了谁?阴主要交给了这个肺,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肾水生不上来,然后肝木生不起来,肝木生不起来,啊,心,呃,缺少这个阳气,然后肺要缺少什么?肺要缺少这种,肺阴的这种, 资助嘛,是不是啊?你肺阴不足的话,然后这个肺,它怎么会降下来呢?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肝木生不起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还有,还有一个,呃,后果是什么呢? 因为你,因为你这个皮是需要什么呢?你皮是需要这种新阳的,这种温序的,如果这种肝,如果这个肝木生不起来,它生了新火,呃,这个新火它就不足,新火不足的话,直接就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皮羊的不足,这就出现了什么? 这个会出现了这个木刻土的这种,这种现象,是不是? 所以这种,呃,能看出很多的东西啊,还有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大肠,大肠也是主生的,如果大肠它生不起来的话,会出现什么? 大肠生不起来就是说,大肠,这个小肠,呃,分清密着以后,把这垃圾,呃,排到,呃,排到那个大肠,如果这大肠生不起来的话,它里面的这种经验,就很无法气化,无法气化,就会出现什么?就会腹泻嘛,是不是啊? 所以大肠如果不生,这个人就会出现这种腹泻这种,这种情况 三胶如果不生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三胶如果不生的话,三胶里面通行的是这种,这种元气啊 三胶如果,啊,如果不生,如果不生,因为三胶我们之前讲,随战斧的,随那个战斧变成的时候,说个三胶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它是通行元气,还有这个,啊,那个,啊,通行这种,呃,呃,水液,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它寄主表要主理,是不是啊? 就是高通,高通,高通上,中,下,三胶,也就是说这个三胶如果不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它可能会导致上,中,下,三胶,都可能出现问题,阳气也生不起来,啊,经验也分不到这个,这个体表,啊,然后这个,所以,所以说这个,三胶,这个,它,其实很多病啊,都得经过这个,呃, 调这个三胶,就是因为它,上中上,它都,它的练通,然后外,表里,它都管,是不是啊?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所以很多病其实都可以,呃,都可以,呃,那个,去调三胶的,啊,但是我们,我们说了,三胶,它又不是一个器官呢? 它是一个,它主要是一个通道啊,是不是啊?那我们说,临床上,我们说调三胶,主要是调什么? 上中上,人也可以笼统的,笼统一点的说,你可以说,哎,上中上,都调,是不是啊? 但是呢,其实里面还有,就是有一个重点啊,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中胶,中胶,中胶一通,上中下皆通,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想想,你这个阳气下来,需要这个这个中胶的,然后你这个胜水上行,也是需要中胶的,所以呢,中胶一通,上中下皆通,所以临床上我们说的这个调三胶,其实,重点就是什么? 重点就是调三胶,重点就是调三胶,重点就是调三胶,终究脾胃这一块,再讲一下小肠,小肠如果不生的话,会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小肠跟脾的这个功能,其实是,都是主,小肠跟脾都是主义化的,是不是啊? 小肠如果不生的话,那么它是不是义化功能就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分清密酒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小肠,小肠的这个,主生的这种也是,也是,呃,要,要依赖这种阳气的,要依赖阳气,这些运化食物都需要阳气的啊 所以说小肠如果生不起来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皮生不起来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这样子,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比如说会导致这种,啊,腹泻,比如说会导致这种,啊,腹泻,比如说会导致这种弹湿, 啊,这个是小肠不生的这种,啊,这种,那么我们,呃,这个,这个甘皮肾不生,跟这个,那肠,小肠三胶不生,这种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底是,到底是,谁主导的谁啊? 我们,呃,我们知道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甘皮,这个甘皮肾,呃,是,呃,五脏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小肠,三胶,大肠,它是属于腹的那一部分,是吧? 呃,在后面,其实我们,呃,其实我们,呃,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别冲经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容易,啊,容易理解,啊,啊,这里呢,也是,呃,大体的先说一下吧,这个,呃,三胶的这个,三胶的这个元气呢? 原因什么?三胶的这个元气是原因胜,因为是,因为这个三胶,在这个别冲,丈夫别冲里面,后面我们会讲的,在丈夫别冲里面,三胶是通胜的,三胶是通胜的,而这个胜中的这个阴阳呢,要是,都是先天资本,是不是啊? 你这个阴,呃,其他的这个,也是,呃,也是那个全身,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圣阳是人的一身,阳气基本,我们说这个圣阴是人的一身的这个,呃,这个圣阴资本,呃,你生的这边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表现为一种,都是表现为一种,都是表现为一种阳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呃,皮生是一种皮阳,然后剩,水生上去,表现为一种剩阳的这种形式,然后肝生上去表现为肝阳的形式,大肠也是,三胶也是,所以说都是有一种,呃,他都有一种阳的这种性质在里面,就只要是生的这个气质,啊,都是表现为一种阳的性质,啊, 所以从理论呢,理论上讲,啊,因为这,呃,这个肝脾肾呢,啊,肝脾肾这个呢,起着绿,这个小肠,三胶,大肠这边呢,就起着一个主导的这个作用,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皮,具体来讲,呃,通过,通过后面我们讲的这个,呃,在虎别通里面,因为三胶跟肾是,呃,别通的,所以呢,这个肾阳,这个肾水能够生起来,然后呢,这个三胶, 它也会跟着生起来,然后这个小肠呢,跟皮,它又是别通的,所以只要皮阳能够生起来,那么小肠,它也会生起来,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小肠受寒腹泻的时候,我们去温皮阳,也能起的,也能起到这个,呃,纸线的这个效果,其实因为这个,呃,大家的功能也类似嘛,是不是啊,啊, 然后这个肝,这个肝木,啊,生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大肠,它也会跟着,啊,生起来,这个因为这个,呃,因为这个,呃,肝跟这个大肠,也存在着这个别通的这个关系,啊,就从一个重要性来讲,从一个重要性来讲,就是肝驴肾要比这个小肠三胶大肠要重要,就这边能够生起来,肝驴肾能够生起来,那么这个小肠三胶大肠, 它也会跟着,生起来,啊,就是有着有着这么一个关系,啊,好了,我们把这个生的这个,呃,降伏就讲完了,再讲一下这个,啊,再讲一下这个,这个降的这个,呃,这个,这个降伏,啊,只要说这个心头不降的时候,我们刚才就说了很多了,说是心头不降, 首先呢,这个这个皮缺少这种,呃,这种阳气的这个温序,啊,然后呢,就会出,出现的,呃,这个消,也,也会出现这种消化不良,然后这个,呃,心头降不下来,然后这个肾水呢,这个肾水呢,这个肾水得不到这个阳气的这个,呃,这个气化的话, 那么伤水就升,伤水就升不上去,伤水升不上去,然后呢,这个心头就更加,就更加降不下来,是不是啊,因为阴,呃,这个阳育阴就降了,是不是啊, 啊,还有就是啊,心头降不下来,它会扣的这个肾水也会,呃,也会,呃,也会那个,呃,这个扣的这个肾水,呃,会导致这种咳嗽,然后呢,也会导致这种咳嗽,然后呢,也会导致这种咳嗽,肿痛的现象,是不是啊,啊,然后也会影响到这种神智,是不是啊,啊,呃,这个是心,心,心,心胞也是一样的,啊,心胞不降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问题啊, 心胞跟心本来就是一般相承的啊,然后,然后面这个,这个肺,啊,肺,肺精如果不降的话,啊,我们之前也会也讲到了很多,如果这个肺精不降的话,小心他会咳嗽,是不是啊,啊,然后可,啊,然后呢,这个肺精如果不降的话,因为这个心火他要上来,他要,他要那个什么,他要那个需要这个肺精的这个收敛去完成, 然后呢,如果这个肺精如果不降的话,那么这个心头他是不是也降不下来,是不是啊,然后这个肺精他,他降不下来的话,他又生了什么,他生了肾水,他生了肾水,他就,他会直接导致什么,直接导致这个肾虚的这个出现,是不是啊,啊, 他讲一下这个肺,啊,肺如果不,肺如果不降的话,肺如果不降的话,肺如果不降的话,这个心头就根本上就降不着,就降不着生,就降不着生水就去,是吧,一经过心头下来,一经过这个土嘛,是不是啊,啊,所以说肺精如果不降的话,首先来,啊,就从这个我们这个,啊,之前的这个丈夫来讲,啊,啊, 胃主要是什么呢,相当于仓库,要初步晕化,是不是啊,胃如果他降不下来,这个食物,就上不来啊,所以他会导致什么,导致这种,他会可能出现这种呕吐,啊,这种,还有这种即食,这种,是不是啊,出现这种胃热,这种,你胃,胃里面成型的是氧气啊,是不是啊,你胃降不下来的话,这个火不是往上冒了吗,是不是啊, 然后会,也会出现这种口腔溃疡,这这种问题,是不是啊,啊,当然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是因为,也是,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胃,他降不下来的话,那么他这个心头也降不下来,心头降不下来,他要扣了这个肺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即食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咳嗽啊,你现在知道了吧,首先是胃降不下来的话,他心头降不下来,心头降不下来的话, 他就会逆上去,克到这个肺,肺受到这个心头,的克制的话,呃,这种,这种,这种虚,虚症的话呢,他就会,这个肺就会降不下来,肺降不下来,他就会什么,就是咳嗽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即食咳嗽的这种,啊,啊,这种原理,你就从这个图里面,能够,能够看到,是吧,所以说这个胃,如果不降的话, 然后这个心头降不下来,然后这个肺也会什么,也会降不下来,没有啊,啊,还有这个胆呢,胆跟胃,也是,他也是这个胃降下来的,之后这个胆才能够,才能够降下来,所以其实这句话是,啊,胆,肺都是取着胃降的, 啊,胆肺其实都是,谁未降的,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后面我们讲,这个,丈夫的别通里面,这个心,跟这个胆,它是,啊,别通的, 所以这个心头能够,啊,胃降下来,心头也能够降下来,心头降下来,这个胆呢,也会跟着,也会跟着那个,啊,降下来,啊,这里有一个别通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这里呢,就说,啊,这个胃降,它是一个,啊,啊,它是一个,啊,很重要的,啊, 如果这个胆降不上来的话,会出什么情况呢?我想一下,胆是储藏分辟胆汁的,如果这个胆降不下来,它这种,它这种胆汁,它会,它会伤逆,胆汁伤逆的话,会出现什么?会出现黄胆啊,是不是? 要这个胆汁,啊,降不下来的话,它不能助这个脾胃,消化,所以呢,这个会影响着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 如果是胆,如果这个胆降不下来,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心降不下来,心头降不下来,往往就,也就是因为这个胃降不下来,所以呢,胆降不下来的话,往往就会影响着这个胃,也降不下来。 胃降不下来,它会出现什么? 它就出现凹凸啊,是不是? 所以说胆经,如果这个,或者,啊,算,我们先不说胆经,先说胆,胆如果降不下来的话,啊,啊,也会出现这种凹凸,啊,然后呢,这个胆汁本来就是苦的,所以这个胆降不下来,就会出现这种口苦这种,啊,这种症状,是不是? 所以这个胆降呢,是胆降下来是很重要,胆经,这个胆降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心头,它也会跟着降,它也会跟着,啊,降下来,因为心胆是别通的,啊,啊,这个盘观 这个胆降如果不,如果不降,如果不降的话,会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今天讲完这个胆关主要是一个排尿的,是不是? 只要说这个胆关如果不降的话,这个排尿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受到了,受到了这个,啊,这个影响,啊,是不是啊? 当然了,我们后面,我们讲这个胆关,讲这个胆关经的时候,那叫做,这个只是从一个战斧的这个里面,啊,里面去,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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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后面讲这个胆关经的时候,就也收集了很多的这种,就如果胆关经不降的话,也会出现什么? 就,就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疾病,是吧? 结果我们这里就先,啊,经络边中那一块,我们就,后面我们再讲,啊,所以是这个,这个,啊,就说,这个,啊,五将,这个五将,啊,六将六府,啊,这个,该伤不伤的话,该,或者该降不降的话,都会导致很多的这种问题,那么在,啊,临床中我们举一些,啊,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要,啊,我们要,啊,要处理一个孩子,因为这个脾羊,啊,一个脾羊,啊,不足,啊,这个,啊,脾羊不足,导致了这种消化不良的这种问题,是不是? 你就可以,你也可以从这里找到这个答案,小龙大长,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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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不足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就是经常,经常的这种大便不成形,然后但是大便呢,又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这种臭味,是不是? 然后这个小孩子,没什么胃口,是不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啊,要让他这个,啊,就多吃点,然后一消化好一点,那么,从这个图里面,我们有什么思路呢?啊,这个首先,我们就从这里,啊,这个皮,的这个氧气,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新娘下来,然后需要这个圣娘上去,去温序它,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我们就先,啊,把这个,首先来讲,这个圣娘,你肯定得,啊,给他,就是,啊,传统儿腿里面不外乎就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啊,就是这个,啊,外劳这么一类,都是,啊,然后这皮,是不是?啊,我们,啊,补皮就是为了这个生皮,嘛,是不是?啊,啊,然后这个,啊,因为, 我们一般来说,在传统儿腿里面,这个,啊,也不,也不成嘛,也不会去直接,那个,去补心头,那么呢,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呢,啊,肝木生上来,主要是为什么?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心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要生肝,生肝其实在传统儿腿里面不就是一个瓶肝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确定了,是吧,啊,我们要让这个皮生起来,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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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生起来, 除了,啊,这个,啊,做一个补皮之外,啊,还用这个二马外劳去,啊,补这个圣羊,然后用瓶肝去,啊,那肝木给它生起来,是不是? 然后皮中的氧气不是多了吗,是不是?啊,然后你再,啊,啊,啊,然后,我们说了,你这个心头要杀了,要杀到土中的话,是不是需要这个胃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后面我们再加上什么?啊,再加上轻胃,然后再加上那个,啊, 啊,注意,啊,再加一点那个助修话,比如说摇板门啊,厘巴挂啊,这个四横门,这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啊,不错的这种解决的这种,啊,这种思路了,是不是啊?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得可以从,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也,也看出来,一个阳,比如说我们,我们,呃,经常说这个人阳虚,还有这个人的阴虚, 那么,从一个阳虚的这个本质来讲,那它主要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左边这个甘虚胜不生嘛,是不是啊,你想想这个甘虚胜,都生上去就表现了一种阳的这个,这个作用,只要说,这个甘虚胜不生,那么,上面这个心,心火就会什么?就会不足嘛,心火不足的话,那,我们全身的这个阳气都是有赖什么? 都有赖于这个,心仰的这个,这个,孙通的这个功能,去输送,出去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甘虚胜不生,其实就是阳虚吗? 阳虚,我们说这个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怎么治疗,那么,那么很简单,阳虚也,因为这个阳虚,其实就是心头的不足,所以呢,你就把这个甘虚胜给它,生上去就会行了吗? 是不是? 好,还有我们讨论一个阳,我们把这个阳虚讨讨,我们再讨论阳虚,阳虚是什么呢?阳虚它主要跟这个什么有关系? 它主要是跟这个,阳虚的实际什么?阳虚的实际,就是,圣水不足,约束不了这个,这个心火,是不是啊? 导致这个心火就相对来说,就有余了,然后唇上就,呃,这种就,就,就怕热嘛,是不是啊? 但是你想想,这个圣水的不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肺精,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是因为这个肺精不降,肺精是生圣水的,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肺精的这个苏酱要有赖什么呢?它要有赖这个胃的这个苏酱,是不是啊? 所以对于那种苏酱的人来说,我们不只是什么,我们不单单要这个吃苏酱,是不是啊? 啊,还要什么?还要降,降下这个胃,是不是? 然后再把这个,啊,然后再把这个,啊,然后再把这个心,心火,啊,往上,饮,啊,降,降,降心火,降心火上来是为什么? 我们把阴补起来了,然后呢,把这个胃,肺降下来了,然后呢,阴多了之后,我们就要让这个,呃,这个,这个,心火晒到这个水中去,呃,然后就可以增腾,增腾到上面去,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境界,境界才是我们能够利用的这个,这种阴啊,是不是啊? 所以说,火散了里面,然后就可以,啊,就可以生,生金业,是不是啊? 所以那个,要降了,这个,可,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理解啊,主生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主生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生心火,就是为了生羊嘛,是不是啊? 虽然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个肝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阴交给这个肺, 但是最主要就是为了生心火,那么要降了这个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要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生生水,而这个水火,它是搞成了,这个,是,就是啊, 撬动这个,远运动的这个根本就是这个水跟这个火,是不是啊? 水火的这种交融,就在这里能够,啊,也能够体,体现出来,是不是? 另外,我在,啊,啊,再举一个那个临床上的这种,啊,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啊, 比如说一个孩子经常去这种寒凉的东西,会出生什么情况? 或者说,经常有,有的那个孩子这个,这个,这个,去,这个,书这种抗生素,啊, 那些抗生素也是比较寒凉的嘛,是不是?会出生什么情况呢? 啊,去中,啊,去中寒凉的东西多了之后,这个皮羊, 首先是皮羊,影响了这个皮,影响了这个皮羊,是不是啊? 我们去中寒凉是不是这个皮歪嘛,是不是啊? 所以说,首先会影响这个皮,就生不起来,皮的羊不足了,就会,就生不起来,是不是啊? 然后呢,皮是,生不起来的时候,先可能会出生这种,先可能会出生什么? 可能会出生这种消化不良,腹泻这种,这种,这种,这种羊,所以有这种反应, 就前妻啊,啊,然后,脚了之后,会出生什么情况呢? 咱们说,这个,去了这个喊凉药,多了之后,然后这个,有一部分,首先来讲,有一部分这种含性的,会,有一部分喊凉的药,会,会通过这种中间, 然后进入了肾水中,然后伤了,伤了,伤了,胜中了这个阳气,是吧? 所以导致这个人就出现了一块阳气体制,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前妻的阶段, 咱们说,再继续的,再继续的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宗教的这个含氏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我们讲了这个含氏,它有一个,拖点是什么?可以阻碍阳气,可以阻割这种气机, 当这个宗教这个肥胃的这个含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心头,它降得下来吗? 它降不下来,它会就停在上面了,是不是?心头就降不下来了, 它被这个宗教的这个含氏给它堵住了,心头如果降不下来,那么皮更加就没有这种, 皮羊就更加不足,消化就更加不好,是不是? 然后这个心头上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渗氏之中的这个氧气,是不是? 也是越来越不足,是不是? 然后渗氏中的氧气不足,那也就意味着渗氏就升不起来, 渗氏升不上去,渗氏升不上去的话,然后那心火下不来, 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这个火是不是,上面的火是不是会越来越明显? 是不是? 所以你就,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 渗氏中含氏都是吃多了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啊, 都是一派羊食人体制,但是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它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上面的这个,因为宗教的这个含氏太重了, 所以导致上面的这个火下不来了,就会, 上面的这个心火下不来了,就往上溺了, 扣着这个肺筋嘛,是不是? 所以就,就会经常导致什么? 就会经常导致这个免老体发炎, 经常出现这种上火的状态, 但是因为它渗水不足啊, 所以它就冰,就经常是冰凉的, 然后呢,会说,会什么? 因为皮中的这个氧气不足了之后,会出什么? 经常这种啊,腹痛这种情况, 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啊,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你这个肾水生不起来, 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干木它生不起来? 干木生不起来,心火也会更加不足, 是不是? 然后这个干木生不起来, 这个肺的这个经验也不足, 是不是? 肺中的经验也不足, 因为这个肺因来源于肝因, 肺中的因不足的时候, 它这个就会也降不下来,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它这个肺也降不下来的话, 它是不是要更, 要更加生了这个渗水呢?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连寸的这种反击,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发展到这个, 发展到后期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这种上热, 下寒的这种体制, 渗水, 阳气不足不就是下寒吗? 心火上不来, 不就是上热吗? 是不是? 你看到临床中有多少的这种孩子, 或者是大人, 因为这种问题, 因为就是因为这种含量, 其中含量的东西, 含量要导致的这种上热散寒的这种, 这已经是这, 就发展到比较的恶劣的那一步了,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你现在, 你应该明白, 就是很多人的这种, 很多人的这种上火, 它并不是说它的阳气多, 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这里, 含尸比较的重, 然后让心火下不来, 所以导致了这种上热, 下寒的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问题, 你给它单单清热, 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的, 你只能够一时的这种混解, 是不是? 其实像这种上热散寒的, 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症状, 就是那种反复性的这种口腔溃疡, 现代人很多反复性的口腔溃疡, 都是这种心火下不来, 要上水升不上去导致的,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中究最快, 那么接下来问题, 你吃这种含量药, 稍微混解一下, 可能稍微混解一下,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会让这个中究的这个含湿更加重, 是不是? 像这么一种问题, C, 有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至少在目前, 这个靠这个C, 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这种上热, 上寒的这种, 这种疾病, 所以你说这个中医, 是不是, 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有优势, 是不是? 另外, 你也可以看到, 像这么一类的孩子, 因为他肝木生不起来, 因为肝开窍于, 因为这个肝开窍于木, 这个眼睛, 觉得跟肝有关系, 所以经常去一种含量药的人, 这种孩子, 你会看到他眼睛有点发质, 就是有点呆姿的样子, 双眼无神,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眼睛这种, 这种明亮, 还有这种刺刃, 都需要靠什么? 都需要靠这种肝痒, 和这种肝阴的这种乳氧, 是不是? 还有这种肝双不起来的话, 不就反过来, 就是肝, 这个欲在上面了嘛, 是不是? 那肝欲的话, 这种人, 这种孩子会什么? 内向, 敏感, 是不是? 然后欲, 脚的翘, 它又会, 吞什么?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脾胃, 就是肝气泛胃, 是不是? 它会影响到这个脾胃, 导致这个脾胃更加不好, 是吧? 所以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出, 很多的这种问题来, 也可以给我们这个临床上, 提供提供很多的这种思路, 是不是? 还有就是临床中, 临床中有的孩子, 是这样子的, 你看就是孙奶吃多, 平时孙奶吃的比较多, 然后一些高蛋白东西, 比如说高蛋白东西吃的, 因为它含量多是吃多了之后, 它这个消化能力, 脾胃的消化能力会下降, 然后导致它对这种高营养, 高蛋白东西更难消化, 所以就是很容易形象这种, 要寒, 要激, 导致这个脾胃, 更加, 激得更加严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心火就更难下来, 那么我们除了刚才说, 这个心火影响的肺经, 会经常导致这种上火的症状之外, 还可能会导致也是孩子, 晚上经常睡觉睡不好, 也就是出现这种液体的这种出现, 那么一般人去的这种液体, 可能你就是想, 可能你就是想到这种, 消极石, 去心火, 降心火,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终究寒失这么一种思路呢? 假如说你仅仅是为了降心火, 然后呢这个, 那个去滋阴, 但是因为你滋阴, 你这个身水中的阳气, 你不足啊, 然后你去降心, 你单纯降心火的话, 因为终究这个寒失中, 你降不下去啊, 那么你这种有没有效果呢? 是没有效果的, 是不是?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类问题? 假如说有个孩子就是这种问题, 说他还白后, 经常吃孙奶, 是不是? 然后呢晚上又睡不着觉, 然后锁剑要红, 锁剑红是为了, 锁剑红是因为什么? 锁剑红是因为这个心火上不来, 锁剑红是因为这个心火上不来, 就是说他甘比圣, 其实就是, 他心火长期的这个上不来的话, 就是甘比圣, 其实都是升不上去嘛,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 他心火降下来, 首先跟这个胃降下来有关, 是不是? 因为这个胃降下来之后, 这个心火才能, 才能降下来,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面呢, 首先来说, 你这种首先就是生甘比圣, 是不是啊? 比如说这种, 啊, 这种恶马, 外劳, 补皮, 平肝这种, 你要不要得用, 我们承动而退里面, 我们就先说这个承动而退嘛, 承动而退里面这个, 啊, 恶马, 外劳, 补皮, 平肝主要是为了什么? 主要就是生甘比圣啊, 把甘比圣生上去以后, 那, 然后你再考虑一个什么, 就考虑降心火啊, 降心火, 小心你的, 降外呀, 是不是啊? 所以轻微你, 是不是啊? 要, 所以轻微你要, 你要不要用, 然后这种, 啊, 啊, 这种, 你清新, 你也可以用, 或者你说这个, 我不用新鲜, 我用这个曲天鹅, 这种可不可以, 也可以, 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 啊, 因为, 因为这个, 啊, 这个圣水, 正中的阳气不足, 如果时间长的话, 其实呢, 它生成了这个阴, 也比较少, 所以圣阴, 所以这种孩子, 其实是阴阳两虚的, 所以阴阳两虚的孩子,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恶马, 补圣水, 都得用,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恶马, 补圣水, 外劳, 补皮, 瓶干, 是吧? 然后呢, 轻胃, 是不是啊? 如果上挑的这个肉太重的话, 肉比较重的话, 你加个, 你加点六斧都可以, 六, 加点斧三观一, 或者是用曲天鹅, 然后再, 再用这个腻巴挂四行吗, 这种, 这个七十切化一下, 啊, 然后再用这个小天心, 安下神, 重就可以了, 如果你单单使用这种轻弱的手法的话, 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是吧? 就, 其实八克, 其他很多这种上肉上寒的这种, 啊, 这种引起的这种上口症状, 你得, 你也得从这, 从这个里面的这种思路里面去找到答案, 知道吗?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中胶这一块, 明白吧? 其实很多, 包括很多这种, 这种扁桃体发炎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扁桃体发炎, 它经常发炎呢? 你看这些量体肥大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中胶的这个问题, 导致这个心头经常的心头是, 就是在上面飘着, 浮淡着, 然后心头经常在上面, 它就会老是经常会扣着这个肺筋, 是不是? 那么这个肺, 因为离咽嚎就很近嘛, 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咽嚎的这种肿痛, 就是这种, 是不是? 所以扁桃体这种, 线桃体肥大这种, 慢性的这种, 它首要的还是解决这个宗教的这种问题, 这个是本啊, 是不是? 这一块呢, 我们就讲了很多啊, 后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彭子义论这个经络的这个战斧这个升降的, 我觉得这句话呢, 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读一遍吧, 人生学经, 脾胃肝胆肺胜病症围, 就是说, 就是人, 就是人里面主要其实生败, 就是体现这种战斧病啊, 主要是这个脾胃肝胆肺胜, 然后脾胃肝胆肺胜六经治, 其余六经治治, 也就是说这几条经, 这个这几个战斧你调好了, 其他的战斧也会, 也会跟得好,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故总圣, 上海经贵之方, 也就是张中经里面, 都是脾胃肝胆肺胜肺胜病, 如心经, 心包经不降, 只需要肺胆胃, 三经, 撒将, 心经, 心包经, 自然就撒将, 我们这个也讲到了, 是吧, 这个心头撒将的话, 主要是靠这个胆, 还有这个胃, 还有这个肺, 是不是啊, 所以胃胃胃撒将的话, 这个心经, 心包经自然就会撒将, 如旁观经上吏, 肺胆胃, 这个三经撒将常观, 极不上吏, 如小肠经, 大肠经不生, 甘皮胜三经上升, 大肠经, 小肠经, 自然就上升, 我们这个我们也讲到了, 是不是啊, 因为甘皮胜, 主宰了这个大肠, 小肠三交, 是不是啊, 如果心经, 心包经病弱, 难未肺三经撒将, 生阴, 心经, 心包经, 极不病弱, 因为心经, 心包经, 这个你要降下来, 你要经过这个, 脱皮是要经过这个中途, 然后肺降下来之后, 人能生上死, 上死又上去的话, 他就可以自然这个心头, 让心头能够更好的这个速降, 是不是啊, 心经, 心包经病弱, 甘皮胜三经, 上升, 生, 上升, 生阳, 心经, 心包经, 极不病弱, 这个时候心阳不足的时候, 因为甘木生心头, 但是甘木生心, 因为这个甘, 你要生上去, 首先你要这个皮, 要这个肾能够生上去, 所以其实也就说, 就说甘皮肾生上去的话, 这个心阳它就足了嘛, 是不是啊, 然后后面这个大肠经, 小肠经病弱, 甘皮肾三经, 上升生阳, 大肠经, 小肠经, 极不病弱, 这个也跟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也讲到, 是不是啊, 三胶经火热, 胆经煞降生火, 三胶经自然火足耶, 这个就说起来经多了, 是不是啊, 因为三胶经跟胆经是什么, 这个三胶经是, 纯称就是什么, 手少阳, 三胶经, 然后呢, 这个竹少阳胆经, 他们是同名经啊, 然后三胶经是的, 三胶经的这个汽水流上是什么呢, 是从手走头, 然后在头部交接于这个什么, 交接于, 啊, 这交接于这个, 啊, 胆经, 啊, 交接于这个竹少阳胆经, 然后竹少阳胆经从, 从头走足,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胆经上来, 上来哪里去呢, 上来这个, 上水中去了, 也就是如果胆, 要, 因为我们讲了这个胆, 它主要是烧了这个干经, 还有三胶这个下, 这个余火了, 胆经把这个火降下来, 降到, 降到, 降到渗水中去了, 然后呢, 胜羊就足了, 因为三胶跟肾也是没通了, 所以胜羊足了, 三胶的, 三胶的火也就, 也就, 也就强了嘛, 是啊, 所以说三胶经火热, 胆经煞降, 双火, 三胶经自然火热, 啊, 所以有过本经这边, 也就是说这几个竹火, 或者几头经, 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也要调理, 啊, 就是说因过至本经, 就是说这几个问题, 你肯定要调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 啊, 我们那个, 把这个最关键的这几个, 啊, 最关键的这几个, 啊, 这几头经给他治好了, 啊, 就, 就好解决了, 是不是啊, 故心学脾胃肝肝胆, 肺胜六经之方, 少是多, 却能够推行尽力一点, 再进一步说, 肺为阴障, 居最高之位, 阴障本是这样的, 也就是肺, 本来就是喜欢撒降的, 所以只要为胆二经撒降, 像头不扣他, 啊, 就是心头不扣他, 是不是, 是不是啊, 这个, 你这个为, 这个胆一撒降的话, 啊, 这个心头也跟着这样, 心头不扣他的话, 这个胃, 他这个, 心头如果不扣这个肺的话, 这个肺定他是最喜欢撒降的, 至于圣经, 主要这个胆经撒降, 像头撒交余圣, 啊, 就把, 从这里就知道, 这个胆经撒降就降了, 其实就降到这个肾水之中去了, 降到肾水之中就可以补充这个肾养了, 像头撒交余圣, 肺间撒降, 生水, 水源不断, 肝目凭见不去耗水, 无趋路也是最喜上升的, 虽然肺腺肾之病一极少, 其实这个呢, 这个最可能是在彭吉一那个时代吧, 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这个肺腺之的病也不少, 肺的病主要表现为这种可受这种,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圣, 这个圣, 圣经不足这种, 圣的问题呢, 你说这个清阳去中寒凉药, 是不是伤了这个, 伤了这个圣阳,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这种体质也是变了, 主要的, 在后面这句, 确实中寒与肝胆二经疾病多, 这个, 他就把这个中寒与肝胆这边呢, 这个是最, 是最多的, 临床上, 是最多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 这种孩子的体质, 也基本上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寒, 也就是一个疲惫, 跟这个肝胆的这个问题, 五行之气, 结构有变性, 手不变的水气, 肝胆二经, 扎土气为双降, 就是说木克土的意思, 后面我们讲经络的时候, 这个都是会理解的更加错误, 水气和中土万, 这个水气, 其实水气就是说肾气嘛, 你肾水生糖的话, 那么是不是跟这个, 这个皮中的这个阳气, 会更足呢, 是不是, 归纳之下, 注重水气与中气, 便能做得极妙之间, 其实就是把这个肾, 皮肾, 你想想这个水, 肾水, 肾水为这个先天之本, 然后呢中气就是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 你把这个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都调好了, 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这个其他的, 其他可即使有问题, 他也很容易解决, 解决吧, 所以说, 我们再看后面, 贵子汤为之外感之法, 小镜中汤为之内酸之法, 同是一方, 包举中医治症及肝领, 而接肝胆中气之药, 就是说这两个汤, 贵子汤也好, 镜中汤也好, 其实都是主要是调这个肝胆和这个中气的, 可以建议无定性之木气被解决, 有定性之金气水气火气土气不难解决,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这个呃, 把这个脾胃, 然后呢, 肝胆肺肾解决, 这这几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其他的病都好解决了, 这个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呢, 当你遇到一个很疑难的这个问题, 当你实际上, 你不知道怎么去杀手了, 是吧, 你先就是, 我们说了这个脾胃是气息生降的一个中轴, 是不是啊, 所以你先得把这个脾胃给它调好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然后你再把这个肝胆给它调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肺肾给它调好了, 可能这个病就好, 就是这个, 这一段话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当你实际上是找不到思路的时候, 遇到一个特别是在那种慢性病里面, 你找不到思路的时候, 那么你就主要是先把这个, 你不管它其他什么原因, 你先把这个脾胃, 还有这个肝胆, 还有这个肺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 所以说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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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这个经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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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将的问题, 我们后面讲经络变状的时候, 还会讲的比较多, 这里只是, 这个大概的, 先, 先说一下,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 这个脾腹器, 上将还有经络, 经络上将规律,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